今天要講的是四肢獨立的練習 很多人會把四肢獨立跟協調性的訓練混為一談 其實這是兩個不一樣的概念 首先先來聽一下今天的示範例句 我會連續演奏四個小節 很多人在學習這個節奏的時候 會注意到每個小節有八下Hi-Hat 所以在打的時候就把大鼓跟小鼓去對準Hi-Hat來打 這樣練習的好處是很快就可以把一個節奏學上手 在聽覺上你會覺得你在演奏一個節奏 但缺點是你的大腦並不是真正在掌控大鼓跟小鼓的時間點 它只是依附在右手的慣性動作上面 爵士鼓是一個多聲部演奏的樂器 在演奏的當中你右手可能會隨時要分離去打在Ride、Crashes 或者是用各種不同的力量去製造一些異陽頓挫的變化 但是你的大鼓跟小鼓它們必須維持穩定的相對關係 它們音跟音之間的時間上面的間距是穩定不變的 如果你的右手離開你的Hi-Hat 打在別的銅拔或者是停下來不打的時候 大鼓跟小鼓的時間點就開始有一點搖晃不確定 那你的節奏聽起來就會有一種不穩的感覺 雖然整體的速度是對的 但是你大鼓跟小鼓的節奏不明確 聽起來音樂的感覺就差了一點 所以今天的練習有一個主要的目標就是 把右手離開你的Hi-Hat 然後再回到你的Hi-Hat 在這兩個狀態之間切換 無論在哪一種狀態之下 你的大鼓跟小鼓都要維持穩定 這樣說好像有點難 我們一步一步來 先打四個小節的正常節奏之後 你讓你的右手維持揮動的動作 但是可以離開你的Hi-Hat 這樣先讓你右手繼續有一個慣性 可以讓大鼓跟小鼓保持一個參考的點 現在我要演奏四個小節的正常節奏之後 右手離開Hi-Hat 以揮空的動作維持原本的慣性 一樣演奏四個小節之後 再切換回正常的節奏 如果你已經覺得輕鬆的可以做到了之後 你試試看 右手停止這種揮動的動作 你也許在心裡面可以用聲音來記 或者是去用1234幫助自己在心裡面算牌子 相信你已經發現 即使右手保持一樣的慣性 但是在揮空的時候 就沒有在Hi-Hat發出聲音的時候 那麼能夠為你的節奏維持穩定 這時候你可能已經發現 即使你的右手維持揮動的動作 但是就是跟打在Hi-Hat上面感覺不太一樣 你的大鼓跟小鼓已經受到一點影響 比較不容易維持穩定了 這時候你可以試著讓大腦負擔比較多的責任 來維持穩定的節奏 現在我要在四個小節的正常節奏之後 把右手離開Hi-Hat也沒有揮空的動作了 如果你覺得不容易讓大鼓跟小鼓維持穩定的話 可以在心裡面念1234來幫助你維持節奏 我會打開眼睛 看看我是否會了 到時去你的田中 我可以看一附在這麼大 可以看到橫茶色的進步 我把你看的小鼓維持穩定 還有一個小鼓維持抵著 看的我看都說 当你把前面的这些练习都可以稳定的打个三四分钟 都不会失速或解体的话 接下来我希望你可以试试看 不算1 2 3 4也不靠其他肢体的惯性 只凭感觉让它维持出一个稳定的节奏的样子 在这个练习当中要注意 即使在打正常的节奏的时候 你尽量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大鼓跟小鼓 而不要放在hi-hat上面 这样子当你的右手离开hi-hat的时候 你的大鼓跟小鼓比较容易维持稳定 直接凭感觉记住大鼓跟小鼓的相对位置 当你可以做到上述的练习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右手打hi-hat或不打hi-hat 你的大鼓跟小鼓都非常的稳定 你的右手基本上就可以从大鼓小鼓的这个声部稍微的独立开来了 接下来会有一些比较进阶 针对右手而设计的四肢独立练习 小鼓跟小鼓跟小鼓跟小鼓 小鼓跟小鼓